罗云熙出演的20部电视剧《暴瘦之下的暴火》 大多数人认识罗云熙 大概率是从2015年的《何以生肖默》开始的 但大家知道吗? 这时的罗云熙其实已经出道5年之久了 罗云熙1988年出生于四川成都 毕业于上戏芭蕾专业 2010年22岁的他 以组合成员的身份 推出了首支单曲《爱的契约书》而出道 但是这个组合仅维持了一年多 便因为各种原因解散了 好在经纪公司看罗云熙实力不俗 于是又让他与弗龙飞组成双资JL组合 那之后两人除了单曲 又因为参加选秀节目《生动亚洲》获得关注 而当时的罗云熙并不知道 自己的赛道其实并非在音乐方面 而且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2012年 导演吴娜在看了他们的MV《我们》之后 觉得罗云熙很适合自己新电影的男主角 因此发出邀请 从此罗云熙就踏入了演员的大门 纵观罗云熙入行 这十来年 风风雨雨 争议不少 有人吐槽他的剧 有人吐槽他的搭档 有人吐槽他太瘦 还有人吐槽他太矮 但是你们发现了没有 极少有人吐槽他的演技 从这一点上来说 罗云熙绝对是一个合格的 也可以说是优秀的演员 那下面我们就通过这些年 他出演过的二十部电视剧 来了解一下他略显坎坷的演艺之路吧 第一部 《最美的时候遇见你》 青春校园剧 主要讲述的是呆萌少女杨芳芳 与酷帅音乐男孩郭阳之间 纠缠不清的爱恋故事 那罗云熙呢 就在这部剧中出演了帅气又呆萌的音乐才子郭阳 2012年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罗云熙只有24岁 阳光帅气又辨识度极高的外表 让这部剧的导演一眼相中 这部剧的女主则是谭松韵 当时的谭松韵 虽然已经因为拍摄甄嬛传 而小有名气 但事实上并未大红 如今再看 两人的演技虽然都略显青涩 但是青春洋溢 据说 罗云熙本想着 等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再回到组合继续自己的音乐事业 却没想到这期间组合解散了 而这部《最美的时候遇见你》 被压了三年后 直到2015年才上映 导致罗云熙和谭松韵 均未吃到这部剧的任何红利 第二部 夏日心跳 2013年 25岁的罗云熙又出演了这部《夏日心跳》 也叫做《花样跳水少年》 主要讲述了 一众少男少女在校园跳水队中发生的青春故事 罗云熙出演大学跳水队队员小神 但这部剧也是一直被积压 直到2018年才顺利播出 那可想而知 连续参演的电视剧都积压不播 这也导致罗云熙的事业停滞不前 之后的2014年 他又参演了青春校园剧《你好外星人》 讲述双子星后裔寒风 来到中国贵族学校学习 与三位好兄弟不打不相识 成为默逆之交的故事 都市爱情剧 因为爱情有幸福 讲述都市男女错综复杂的感情故事 2016年播出 以及爱情剧和以生肖默 都是男三或男N的角色 好在罗云熙运气不差 随着2015年和以生肖默的火热播出 已经27岁的罗云熙终于凭着对少年何以琛这个角色颇具灵气的表演 以及和吴倩之间天然的CP感 一夜在娱乐圈展露 第五部 何以生肖默 学生时代的赵默生对何以琛一见倾心 通过死缠烂打 二人开始了恋爱 但随之而来的误会使默生远赴美国 七年后 回国的默生又遇到了何以琛 分别之后的回忆 相逢之后的误会 更多的沟通使他们明白了对方的心绪 从而找到了爱的路径 这部剧《成绩斐然》 是江苏卫视2015年度收视冠军 也是首部单日网络播放量突破3亿的电视剧 而罗云熙凭借这部剧中的少年何以琛一角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出圈 如果说钟翰良饰演的中年何以琛 给观众展现了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 而罗云熙饰演的少年何以琛 则给观众展现了小奶狗的魅力 彼时27岁的他仍然一脸轻质 将少年何以琛的骄傲与迎人表现的刻骨明星 成为一众书粉的白月光 虽然少年何以琛让罗云熙一夜爆火 口碑和路人好感度直线飙升 但之后的几年 由于资源跟不上 他也就一直都在圈内的三四线徘徊 2015年到2018年 他参演的作品有 爱情喜剧 奶爸当家 讲述一个房东 两个房客 三个风格迥异的男人 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娃娃捆绑在一起 搅乱了三人本就窘迫的生活 罗云熙饰演长相淘女孩子喜欢的富二代 善良但不被人理解 这部剧2015年拍摄 直到2021年才播出 古装奇幻网剧 平里胡 讲述女画师郑学景 偶然间得到一支玉仙笔 并在屏风上解封了三个男狐仙 从此一人三胡的命运被捆绑在一起 罗云熙饰演高冷孤傲 外冷内热的男狐之一 科幻校园剧 终极游侠 该剧讲述了一个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社会的游侠 被女主爱丽丝收留 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慢慢揭开了彼此 身世秘密 罗云熙饰演不安世事单纯呆萌 却武功高强的游侠俱衡 古装仙侠剧 上古情歌 讲述上古时期 外出游历的宣扬王姬宣扬若 与若江战神赤云 七美爱情的故事 黄晓明 宋茜主演 罗云熙饰演宣扬若的四哥 温文尔雅 一表人才 悬疑推理剧 《诗语者》 这部剧2017年拍摄 但可能由于尺度等原因 至今未播出 讲述法医们凭借过人的胆识 与经验 读懂尸体 并替朝夕相处的 他们发生的故事 罗云熙饰演法医秦明 通过专业的检测和逻辑推理 替无辜死去的亡灵 伸张正义 现代医疗剧 儿科医生 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 剧情讲述发生在儿科室里 真实又动人的暖心故事 而罗云熙饰演的是放弃家业 从医的儿童外科医生 在剧中可以看到 罗云熙穿衣生袍的帅气形象 虽然上面这些剧的剧集质量 都很一般 但好在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 罗云熙的演技也更专业 那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改变随之发生在2018年 第十二部 香蜜沉沉静如霜 讲述了鲜花神之女锦蜜 与天地之子旭奉三世轮回的恩怨痴缠 守望千年之恋的故事 这部剧故事曲折动人 制作精良 是2018年的暑期爆款 至今依旧是人气相当高的仙侠剧 在豆瓣上的分数高达7.9分 当时已经30岁的罗云熙 在剧中饰演了男二 小于先关润玉 虽然是配角 但她用过硬的演技 优雅的气质 以及精致立体的五官 成功让观众记住了 初到八年 罗云熙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 那时的她见眉心目 温润如玉 加上脸部线条硬朗 如刀削般完美 直接晋升到了古装男神Top级的行列 成了美强惨的代名词 那之后 罗云熙的影视资源就开始好转 第十三部 白发 这部剧讲述了西旗掌公主荣乐 北陵王子吴忧等人 在乱世中找到 属于自己归宿的故事 由张雪莹、李志廷主演 这部剧是 罗云熙在相逆播出前街道的资源 所以还是个男配的角色 她在剧中饰演 吸起皇帝荣奇 别人的悲伤是痛哭流涕 她的悲伤不过歪头一刹那 罗云熙饰演的荣奇 从出生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 虽贵为皇帝 却不过是母亲争权夺利的工具 甚至连自己最爱的女主都保护不了 看着她出嫁 看着她忘了自己 最后为了保护女主 连自己的死都算计在内 罗云熙眼活了温柔悲惨 又克制的白月光 而罗云熙在这部剧中的戏份不到四小时 最后却成了全剧的收视担当 第十四部 心跳原计划 讲述原计划实验室的核心研究员 球嘉宁 与新晋研究员周小山 从相遇相知到彼此相爱 以及在爱情和理想间权衡的故事 由罗云熙搭档宋茜主演 双强人设 罗云熙这次饰演一位高智商科研人员周小山 但她的真实身份却是一名前客 这部剧实际上在2018年就已经拍摄完成 积压三年后 2021年才正式播出 第十五部 月上重火 月上重火改编自同名武侠小说 剧情讲述重火宫前公主 崇业之女与月上谷谷主 经历重重误会后 结为夫妻 并还江湖平静的故事 这部开播时也是引起热议 因为作为主演的罗云熙 陈玉琪都是香蜜的演员 而这部是两人二度合作的电视剧 其中罗云熙饰演满腹才学 但同年受到过伤害的月上谷谷主上关透 这部剧 剧情不差 故事有看点 节奏也算快 但可能是香蜜的朱玉在前 外加两主演CP感意外平淡 导致这部剧并没有达到预期播出效果 第十六部 半是蜜糖半是伤 蒋树患有重度眼泪过敏症的将军 多年后在职场重遇童年玩伴袁帅 却发现他却处处与自己为敌 之后 两人从兵士前嫌到慢慢相知相爱的故事 罗云熙搭档白鹿主演 两人在剧中是青梅竹马的设定 非常好磕 而罗云熙扮演的袁帅 是那种表面冷酷 内心却闷骚自恋的霸总角色 但罗云熙诠释得很好 虽然有点邪魅 却并不油腻 与白鹿的搭档很有火花 加上剧情十分高甜 世纪相密后 罗云熙的又一出圈作品 第十七部 好一行 而彼时 内鱼开始流行单改剧 从震魂到陈情令 再到山河令 将一个又一个男演员带到顶流的地位 之后 随着资本的纷纷入局 内鱼几乎半个娱乐圈的男演员 都人手一部单改剧 作为古装美男的罗云熙 当然也不例外 罗云熙则搭档陈飞宇 参演了这部好一行 该剧改编自网络大IP小说 二哈和他的白猫师尊 讲述了天下第一宗师楚婉宁 和他的弟子默然的故事 罗云熙就扮演清政高杰 坚守初心的失踪楚婉宁 可以说 这部剧是当时腾讯平台投资最大 也是寄予厚望的一部单改剧 两位主演也是积极营业 可惜 大家也知道 后来单改剧直接埋了 第十八部 两眼血液 这部剧改编自慕福生的同名小说 剧情讲述原本阳光开朗的 贵公子丽泽良 与元气少女苏写一邂逅而相爱 却因一场惊天意外 让他们一夜之间消失在彼此的生命里 罗云熙搭档承销主演 这次罗云熙扮演了一个看似颓废的富黑总裁 剧情虽然有点老套 女主的演技也备受质疑 但罗云熙在这部剧的眼镜造型还是蛮帅的 该剧以民间公益救援组织为题材 讲述了一群救援队员历经种种灾难 互相救赎的故事 由罗云熙三搭吴倩主演 罗云熙在这部剧中扮演表面冷血 实则善良的精英律师 也正是这部剧中 罗云熙明显消瘦的脸颊 让大众对她的颜值和身高成为热议的焦点 认为她的兽已经严重影响了角色的塑造 有人认为 她之所以暴瘦是因为在2020年拍摄古装剧《月上宠火》 为了更贴近角色 不惜减掉15斤 她原本想着拍完这部戏之后 就能再胖回来 却不想事与愿违 接受采访时 罗云熙也谈到过这件事 她和想要减肥的人群完全相反 暴瘦容易 胖回来太难了 对此 她的心态依旧很好 甚至还直接在社交平台回复了大家 并且表示已经在吃了 还在线求食谱 情商不低 轻松化解了尴尬 其实也能理解 哪个演员不想以最好的外形状态来呈现角色 但可以预料 她目前的身体应该是非常难增肥 但是本以为罗云熙应该是那种古兽如柴的 结果罗云熙来了个光剑变身 她居然是那种精瘦有肌肉型 抱起搭档女演员也是毫不费力 这让那些抱不起女演员 还叫嚣着让女孩子减肥的大块头们 情何以堪啊 第二十步 长月静明 讲述了为拯救被魔神谭台静统治的四周三界 横阳宗 掌门之女黎苏苏 化身叶家小女儿叶熙悟 回到五百年前阻止谭台静成为魔神 两人产生纠葛 相互救赎的故事 长月静明 是优酷时隔两年的又一部S级剧作 从特效制作设 倒幅化到 无一部透露着她的野心 当然播出后也是热度空前 是罗云熙和白露的第二次合作 作为男主的罗云熙演技同样在线 加上高虐复杂的剧情 也让观众直呼过瘾 第二十一部 治愈戏恋人 神经外科大神顾云正在非洲执行援助任务时 遇到了身患罕见病的医学少女苏维安 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共度往后余生 顾云正她有最顶尖的医术 她穷尽余生 用尽一生的医术 却久不回自己的爱人 罗云熙的戏是不虐不接啊 这是又要骗我们眼泪了 第二十二部 严心记 这是一部古庄严情剧 讲述三对情侣 三种爱情 主线故事讲述了 罹患脸盲症的捕头江心白 秘密来到河瞒暗茶 乌香暗食 意外结识了形式乖张 野蛮生长 并且 每个月都会变身的江湖游一言难兴 二人不打不相识 最终携手扫除乌香之祸 由罗云熙和宋毅连妹主演 有意思的是 他们在剧中各有秘密 而且三结三离 但最后还是恭喜我们罗老师 这次剧中的结局 没嘎没丧偶没单身 其实 纵观罗云熙出道13年 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容易 虽然凭借几部作品 成功被观众关注到 但事实上 他的经纪公司 无论是商务资源 还是宣发营销 都跟不上其的发展 而随着一查又一查的 新人王偶像剧终极 罗云熙未来的发展 还是蛮受挑战的 但是毋庸置疑 罗云熙是有演技的 我觉得他的外形和演技 其实不受古偶制约的 他经受的外形条件 其实蛮是在现代悬疑剧 或者文艺片中演一些 复杂颓废又多变的反派人物 当然 还是期待未来的罗云熙 成功增肥 迎来演艺事业的下一个巅峰 好了 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的明星介绍就到这儿了 那你看过罗云熙的几部剧呢 最喜欢哪一部呢 评论区聊吧 这里是文涛10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